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讲我们这个光的颜色 这个呢就是偏冷的 它适合于观飘 或者看干尖 不适合于右鱼 这个灯呢偏中性一点 中性偏冷 也适合看飘 这个呢偏暖性 适合右鱼 接近早晨可傍晚的自然光 关于这个流明和摄温的指标 我们在下面会详细地给大家解说 那我们这一期呢主要是讲一讲 如何挑选罚料灯 这个市场上罚料灯啊 零零种种 厂家和品种都非常繁多 那么我们从哪几个指标 让我们去挑选罚料灯呢 第一条 它要轻便 它重量不重 然后拿起来又很方便 组装和拆卸都比较方便 它在组装的时候 这个它重量比较轻 首先是轻便 轻 第二个呢 它要多功能 比如说我想照这个角度 想照那个角度 它都可以 灯光最好能可调 这小一点 这就更亮一点 这就是鱿鱼的 我需要看干尖呢 这时候看干尖 我要装耳料 再捅到这边 这也装耳料 绑钩子 可以在这地方绑钩子 第三点呢 它的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要强 我可以插着一个灯 我可以另外再组装一些灯具 我这照不过来了 这边还需要一个灯具 手机没电了 钓的鱼 半天老不上鱼 我再玩手机 手机没电了 这就要求这块电池呢 续航能力要强 第四点 要防水 防尘 并且能散热 因为我们一种鱼的时候 钓法钓的时候 一钞鱼 难免奔到上面水 或者一下点小鱼 所以呢 防水也作为一个指标 第五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它的性价比 同样这个东西它卖多少钱 那些 用您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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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